木发秋生的第171天 我和莲大姐成功制造出炼油器和燃料箱 解决了木发引擎的燃料问题 在告别了众人之后 我们也踏上了寻找大岛和黑熊的旅程 辉哥 大早起在这干嘛呢 你看啊大跑 虽然引擎不再用后木板了 但是需要的生土豆还不少呢 哦 原来是这样 哎 辉哥 咱们在基地 不是带走两个摊大号土盆吗 现在正好可以用上了 是啊 我怎么把它给忘了 嗯 现在木发加装了这么多新物件 已经没多少地方了 就放在这吧 再种上土豆 浇上水 嗯 好了 等它们成熟就可以了 没想到啊 咱们的木发也能有今天 仿佛回到了蒸汽时代 哦 是啊 可是大炮 你看咱们的新木发总感觉缺了点东西 缺东西 什么啊 我看着都挺好的啊 你看这大土盆 你看这发动机 你看这燃料箱 不都挺好的吗 可是 作为一艘大船 怎么能缺少船帆呢 虽然现在木发进入工业时代 但是也不能完全代替船帆 第一 它在顺风时 可以协助前行 节省燃料 提升航速 第二 船帆作为大船的标志 是我们勇往之前的精神象征 不可缺少呀 哦 说得好 辉哥 可是咱们放在哪呢 嗯 这个不用担心 我昨晚已经考虑了很久 咱们首先需要把船帆架得高一点 其次 还要把雷达也重新架上 一举两得 好 咱们动工吧